端午节就快到了 而拥有217年历史的 礁溪二龙进度 这个礼拜六就要盛纳登场 为了欢迎全国的民众来欣赏 以及体验最特殊的华龙州 公所跟二龙社区 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 以及好康 而且风味餐现在还可以开放预定 民众可要把握机会 公所与二龙社区 特别举办记者会 惨恳邀请大家 6月20号来到礁溪二龙河 参加最有历史最有特色的文化活动 当天除了精彩节目 还有机会免费获得画面中 可爱的小船奖跟钥匙圈 尤其风味餐还在开放定桌 民众可以一边吃美食 一边看比赛 6月20日 那次旗子 如果可以变我们DM的节奏 可以来参加相关Di我的一个华东 中台湾有办风味餐 风味餐木匠 中桌匠行 因为二龙进度了两艘龙舟 看起来差不多 所以社区特别向大家说明 如何分辨纠红尾跟奇武兰的船 那里我们现在团团所看到的 红帝就是红尾 红色帝就是奇武兰 但是这两家团团不是说这两家团的 冷银身有什么分别 你还看的冷银杯 你如果红色的冷银杯来说就是红尾 红色的帝就是奇武兰 原来价值2500元的风味餐 只要1800就能品尝 目前只剩下30桌 想要订桌的民众可以向公所民政客洽询 宜兰胜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